我剛剛看了《貓》這一部電影 然後呢 然後 該從哪裡開始 我還記得我人生中第一次去看《貓》音樂劇的現場演出 那時候我家人已經把原生代放了十幾次了 我早就對裡頭歌曲朗朗上口 而現場看演出確實是個難忘的體驗 我立刻落入了《貓》的魔力之中 直到過了好幾年我回頭再去聽他的歌才發現一件事 在跟你說我發現這件事之前 我先來問一個問題 誰覺得拍這部電影是個好主意 誰覺得把劇作家Andrew Lloyd Webber編得最差的音樂劇搬上大螢幕是個好主意 為什麼會這樣說 讓我告訴你我長大之後才發現的是 《貓》是一部沒有任何劇情或是實際角色塑造的音樂劇 你知道歷史上三大難解之謎嗎 《巴比倫花園》是否真的存在過 還有《亞特蘭提斯之謎》 還有他媽的到底什麼是《傑莉可貓》 就像《傑莉可貓》一樣 這整部電影就像是個邪教的噩夢傳物 從第一個畫面開始 就充滿極為烈奇的不協調感 我們看到一個人拿著一個抖動的袋子隨意丟到街上 這個人看起來是電腦動畫做的 然後從袋子裡爬出一隻貓 但是只有一個小小的細節要注意 那隻貓有著人類的手腳和臉 沒有人意會到這有多荒唐嗎 一個人把另外一個小隻的長了毛的人丟到街上 而開頭場景電腦動畫品質差不多跟PS3一樣 最扯的是這還是經過修改過的版本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 但是這部電影跟遊戲一樣 收到更新檔 也就是在上映之後 才緊急撤回修改電腦動畫 再送新的版本到戲院 那我就看不懂他到底修了什麼東西了 而且還入圍奧斯卡最佳視覺特效的短名單 在這個跟去年波西米亞狂想曲入圍還得到最佳簡介之間 我認真開始覺得奧斯卡技術類評審已經放棄人生了 這但是這還不是全部的故事 你知道導演在手印第一天當天下午才把正片剪好嗎 當天下午 所以當主角來到這群...呃... 竭力可貓的娃娃的時候 他們全部開始自我介紹 我沒有跟你誇張 整部電影從頭到尾都是用自我介紹的歌組成 故事大概是這群邪教貓有一個叫 九重天的天堂 然後自我介紹的最好的就有資格上九重天 所以第一隻自我介紹的是 Rebel Wilson的肥貓 他是第一隻嗎?我不記得了 這整部電影都像是在嗑藥啊 而一看到他的第一個動作 我沒有跟你在唬爛 就是他雙腿開開的 在那邊抓...垮下...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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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several questions 第一誰覺得這是個好主意 第二沒有人想到要反對這個主意嗎 第三就...為什麼 這部電影是拍給受控看的嗎 我看也不是 這種東西大概連受控也受不了 讓我...讓我...讓我再...讓我再重複一次 一隻人臉的肥貓 用手抓自己的胯下 而且還是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和距離拍攝 讓你一次看到爽 oh yes 讓我仔細看看那隻肥貓 一臉酥爽的抓胯下 oh... 我在地獄裡嗎? 因為這部電影才剛開始五分鐘 我已經開始產生幻覺了 接下來 他在唱歌唱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一整群列隊整齊的蟑螂跑出來 還不只是一般的蟑螂 不不不不不 你太天真了 是有臉有胸部有身材的蟑螂 而且這些蟑螂的臉看起來像是 剛學會剪接軟體的高中生 把自拍的臉具備給貼上去的 有時候你會懷疑為什麼連天線寶寶的太陽 也會看起來比這一部電影有幸福力 接下來他們到了一個牛奶爸去喝牛奶 牛奶... 牛奶... 爸... 這整部電影之中出現的異體 都是用電腦動畫做的 你會以為現在都9102年了 特效團隊早就知道該怎麼畫異體了吧 喔... 我天真的孩子 真是太可愛了 這部電影的異體 比我在網路上某些地方的動畫 看到的異體還糟糕 總之這個故事裡面有個邪惡的魔法毛 由... 他的計畫就是把這些想要上9重天的參賽者全部綁走 這樣他就是唯一剩下的人了 沒有人跟他說這個計畫有多蠢嗎 就是... 他真的以為他只要把其他有資格的人全部綁走 他就能自動上天堂 你...你知道我真正失去理智的那瞬間是什麼嗎? 我的人生中從來沒有想過 Adris Elba如此帥氣的演員 會被電腦動畫做成貓 然後用... 喵... 來當作告別詞 然後瞬間消失 我... 我堅決相信影評人死後的罪惡之地就是被強迫24小時看這一部電影 喔還有一隻叫Grizabelle的老貓 他不是很重要 他到最後面才會再出現 這個時候的長老出現是Judy Dench女士誓言 這些大排演員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最神奇的是這裡有一句歌詞 My mind might be wandering 翻成... 我的腦洞也許大開 我可以看得出連翻譯也已經失去理智了 兄弟...我懂你 在這一切進行的過程中 有許多臉部的動畫看起來都像是deepfake 這是用人工智慧將一個人臉替換成另外一個人臉的技術 就...有時候整張臉會飄到不該是臉該在的正常位置 然後...我不記得我要說什麼了 音樂劇本身還算是能讓人看得下去 而且這麼歷久不摔 就是因為音樂劇本來就要求觀眾帶入一點想像力 無論是場景或是化妝還是造型 再加上大部分的觀眾其實都做得蠻遠的 所以不是看得很清楚 但是這裡完全使用電腦動畫看起來 比舞台上的實體服裝和化妝鬼一百倍 就像是市場調查到底怎麼做才能挑戰觀眾的恐怖谷底線 然後再把這個調查拍成電影 接下來則是James Corden飾演的另一隻肥貓 然後他整首歌就是去巷子裡面撿垃圾跟廚魚來吃 不需要意外這些全部都是電腦動畫 你可以想像那個畫面嗎? 一群電腦動畫人吃著電腦動畫的廚餘 在大螢幕上 誰會看到這個劇本然後說 這絕對會吸引一堆觀眾賺大錢 不只如此 整部電影的比例超級詭異 有時候這些貓是正常大小 有時候牠們太大 有時候牠們太小 而Ian McKellen演出的劇院貓出場的時候 發出了整部電影最奇怪的聲音 這是哪個世界的貓發出的聲音 這些演員是被抓到什麼極端見不得人的把柄還是欠債嗎? 他們是被綁架來強迫演這部電影的嗎? 誰要來救救我們 這部電影是上帝因為HP Lovecraft把他們貓命名為那個XX 而帶給人類的懲罰嗎? 對了這部電影非常非常的飢渴 飢渴到一個讓人不舒服的程度 我非常仔細的數整部電影有幾個穿過胯下 或是直接拍攝胯下的鏡頭 有12個還是25個 也許是43個 有人在我的爆米花裡面下毒嗎? 而整部電影最壯大的舞蹈場面的構圖和運鏡也非常神奇 我完全不知道鏡頭想要我看哪裡 前景有貓在跳舞 背景也有貓在跳舞 又是用神腳 每個人的節奏和動作也不一致 那一隻是主角嗎?或者是另一隻才是主角 然後泰勒斯出場了 泰勒斯 一個職業歌手 是整群演員裡面唱得最難聽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Tay Tay 總之呢Taylor Swift開始撒貓薄荷 讓我搞清楚一點 所以節力可貓的世界裡面有貓薄荷 所以應該就會有要頭 他們的貨幣是什麼?貓薄荷是合法的嗎? 我需要知道答案 於是魔法貓發現他的計畫不管用之後 他決定直接把長老綁架走 你們知道其他貓決定怎麼把長老帶回來嗎? 叫其中一隻魔術師貓變魔法把它變回來 但是這隻魔術師貓跟另外一隻魔術貓不一樣喔 他不會真正的魔法 不過所有人靠著歌唱的力量讓他真的把長老變回來 不過至少招牌歌Memory還是維持原樣 如果你把眼睛閉起來的話 總之因為那隻老貓唱歌很好聽 所以他就被送上九重天了 認真的貓大概是史上最沒劇情最沒有角色塑造 更除了讓人滿足奇怪的性慾以外 沒有任何主題和意義的音樂劇 為什麼經過了這麼多編劇導演製作人的手 沒有人說聽 我覺得你們都ㄎ了 到底誰覺得這是個好主意 然後把劇本燒掉 最後長老貓直接打破第四道牆對觀眾唱歌 整首歌的主題就是 你該如何好好對待貓 然後有一句歌詞是 我沒有唬爛 貓不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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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首歌呢都是在說要怎麼樣尊重貓之類的 靠腰啊貓是最不尊重的人還敢說話 環球到底是在想什麼 當初第一個預告出來的時候 就被所有人罵到臭頭 但是第二個預告卻什麼都沒改 顯現出他們非常有信心 電影公司這些信心到底是哪裡來的 到底是哪種人會看到這部電影說 我敢說觀眾一定會喜歡 就維持這樣吧 你知道其中一個演員對於電影 把他的大香蕉用電腦動畫修掉很生氣嗎 我們為什麼還在這裡 只是為了受苦 我還活著嗎 我還存在嗎 在看完貓之後 我唯一的想法是 我 我不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看電影 啊